有关报道 再次印证 非方声称 对其在仁爱礁坐滩军舰 运补的是生活物资 完全是谎言 事实上 正如中方多次指出 非方一直在向其非法坐滩的军舰 运送建筑材料 甚至武器弹药 企图大规模的维修加固 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占领 非方的行径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中方绝不接受 将依法依规 予以坚决应对 我要再次强调 造成仁爱礁当前局势的原因十分清楚 根源在于非方违背承诺 拒不拖走在仁爱礁 以非法坐滩25年的军舰 且执意运送建筑材料 妄图加固 这艘军舰是非方在南海 对中方长期侵权挑衅的铁证 是非方背心弃义 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的铁证 也是非方破坏南海生态环境的铁证 我们奉劝非方 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 尽快回到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 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